环球交叉点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蒋峰,欢迎收看本期的东营一周讲 历史进入到2021年的下半场 在这样一个百年未遇的历史巨变之年 我发现中国、美国、日本三国都在不约而同地做着同一件事情 2021年4月25号,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都发表了视频讲话 2021年8月26号,中国驻民国乌总领事馆举办了盛大规模的乒乓外交50周年纪念会 我采访了中国乒乓外交的参与者 原来呢,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庄泽东的夫人佐佐穆敦子 在这个采访过程当中啊,佐佐穆敦子告诉了我这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50年前,中国总理周恩来积极推进以民促冠的对日外交 日本乒乓球协会的会长厚藤甲儿 邀请了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竞标赛 就是在那次的大赛期间,中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庄泽东与美国乒乓球队的队员克恩进行了接触 两个人互换了礼物 据说,庄泽东当时也是很纠葛 因为呢,在这次出发之前,周恩来总理特意会见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代表团 总理啊,叮嘱大家,此行一定要做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面对着美国乒乓球运动员克恩的突然出现,庄泽东有过犹豫 周恩来说了嘛,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和友好国家来往,这也是友谊 那么呢,如果是和敌对国家的运动员来往,是不是也是友谊呢?友好呢? 他琢磨了半天,最后呢,就那个包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锦 他就拿出来,领着那个翻译去说话去了 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乒乓球协会向中国发出的参会邀请 还是庄泽东与美国运动员的接触 都是当时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外交格局、外交风云中 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名次货观外交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今天,我们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一个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啊,充分的认识到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体制,不同的价值观 只要是共同追求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那就可以开展交流 交流可以带来了解并且增加相互的理解 而对立只能加深误解和增加相互的仇恨 今天,在我们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之际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20年战争后 被迫做出了被国际舆论称为大败北的撤军 这个呀,更加凸显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国家制度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但是不能够照搬的 而借鉴的前提是它必须适用于那个国家的国情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国家制度是可以不断完善的 但是是不能强加的 完善的前提也是它必须符合那个国家的民意 在当今的世界上,试图通过外力硬性的去照搬 去强加某种自以为是先进的优越的国家制度 最后的结果只能够是给对方国家留下一个烂摊子 同时呢,让自己国家的升危落得是一地计谋 今天我们仅仅乒买交 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回顾 更应该有一种新时代下的新建训 我注意到了,8月26号,中国著名古屋总领事刘晓军 在总领馆会见了日本前乒乓球队的运动员福元安 这件事情啊,在中日两国的青年和网民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那么这件事情又凸显出了民间外交的新形势 那就是要注重青少年外交,要注重网络外交 对这些如何全局性的把握 如何高站位的指导,如何细致化的落实 都已经像一张新的口卷一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50年前的乒乓外交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重要的信念 那就是小球是可以推动大球的 如果我们终身一步的来讲 1840年的亚片战争 英国是用船间泡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 但它最终是以失败告终的 50年前的乒乓外交是以乒乓球作为交流的媒介 启动了战后中美两国,中日两国交流的大门 给两国,给地域,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是实惠,是发展 这种正反两面的交流史,应该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 好,我们本期的东西一周讲就在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这个节目再见